今天是年初五和情人节 祝大家事事顺利 万事如意和情人节快乐 来看这场播放 现在版面完全不同 还要出样子 因为AI的检测太敏感 虽然现在AI很厉害 但有时候 始终电脑就是电脑 未必分到不同的东西 所以要出样子 以防万一 而且不会用以前那种插图 会用这种完全近乎没有插图 因为这个底图也是我封面的图片 很开心 大家7比3 我之前一直高度推介的是 杜摩术左脚 大家看到球王的球感 第一脚大家在互相猜猜猜 摊得很慢 他那个 全部很省体力 全部一触 谁知道突然弹来弹去之后 你说道就一下 第一时间就轻轻一趟就死过 完全没得触 地球刁转到 你会看到那些世界级球王的 球感 还有那些观念 还有那种 触角 第一时间要做什么判断 例如右下角 郑少聪 半场就问 欧慧伦 如果下半场你有球单刀 你会射球还是传球 他去单刀还传 当年经典事件 欧慧伦就笑答 我踢不到下半场 没力了 我擠了奶力 他们的体能都是输了 体能大家都差不多 虽然有班人 肚腩大了 但更多都收到新的 仍然都继续 是托迪的 肚腩大到什么 托迪也是右路 又是你说道一个攻势 去助攻给托迪 右边的托迪完全没人注定 一分分了过去就看着远处射 把握力是世界级就世界级 然后刚才说的体能 虽然有些人肚腩大 但是 最主要身体对抗 即是大家 食围 大家得来得去 或者一扔你就散了 或者你 和人斗哨哨哨自己的脚弱 自己的脚承受 难道身体的重量就自己倒下 所以很多时候 他们拿到球赏反打 就是被人 用一点身体对抗 压一压你 顶一顶着你 你已经是不用踢了 他也不用抢你的球 他扔掉你 又不是扔掉 他总之用身体在那里压着你 你的脚就 顶不住压力 你就自己 脚弱就松了 把握力也不够 去到35分钟才 有第1次陈伟豪的射门 但就射在 手门员那里 35分钟才第一脚中拢 之前也有三脚射到的 有两脚射中拢 是陈伟豪 大家会关注点 在35分钟 前面也有三球 但很快 一开球 就一个判断左脚 然后右路就二十分鐘 翻开给托迪 看着转撤射 然后 到25分钟又是 你说到左攻 这次 文迪达在中间一下子推了走右 推了走右通常在边线一条直路慢慢跑慢慢飙 他在禁区湖鲁眉鱼外面一个轻轻推了走右 然后龙门无法估计慢了一点出行 又是那些时间时间慢一点 如果他快点或者预判你 就出来撲道 谁知道他出慢了就连龙门也扭了 比如这些意识 他演算法不知道有没有推送皇马对港联 当年那场球还有林尚仪在广播 比如他第一球卡路士在左边 看空了一个重炮 那时候 在禁区前面最前介乎月位与梅月位之间 他见到卡路士没有人看管一个左脚射进去 他已经立即 你起脚那一刻 他就立即走进去 然后那些平排的防守球员就没有遗意 完全不知道 老尔什么时候走进去 那就是那些意识默契 你卡路士重炮霸过去 你这么重炮射过去 只有两个人 要么进去 要么就龙门脱手 你没有可能接得实 你忠投小仗 这么重炮 你要么扶出去 要么就 手锤打 你扶出去就正正在被老尔报道 知道你一定会脱手 因为你没有可能接实卡路士的球 这样保重 但他最终越围走快了 这些意识 他那球推了走右 如果当时 他好像下半场 当时上半场 他如果快一点就出来可以撲到 然后去到45分钟 你说到那个世界球左脚 就这样看精华 你就以为 任他射 其实 你实际看NOW TV 那个 或者你看更多 不同的入球精华 他其实是被对方港联的后卫抹着 但是 当时的阵法就是 他右边有一个人是很漂亮的叠牙色 他突然间一个后卫 扮演后卫传在叠牙色 一个假脚后卫 谁知一拼他再搓自己的射门位置 摆正态 瞄准了泥堂 那一刻就是真实坚拼 那个守卫 你失了位 收正 再補位去标他 或者是 飞铲 但是这些表演赛 真是输得心口口服了 被你这样一个后担架 一跌压 一摸 整个人摸开了 他看着死角去拿 那些球队真是正的 你说得到 那些球迷超开心 7比3 然后後来港队 凡是一碰球 香港球迷就加油 想港队踢回场好球 也好球的 但是你实在 各方面都不够人踢 体能都不够 如果怎样有得踢,你玩那群年轻人体能够的,最年轻当打的就有得够了 大家斗体能碰撞,但你会踢伤了他们 现在这样最好,大家怒鬼踢怒鬼 香港球迷会玩人浪,很开心 与美斯那场球是完全不同 有人来场接受访问说,这场好,超抵,抵烂 然后比上一场好,记者继续没机会 上一场是哪场?美斯那场 那些人全部都是看情怀 你里面总有一个球员,你是现役时代特别喜欢 我特别喜欢李华道 其实他其他那些,你说去到艺术家 去到球场艺术家那种级别 我又不敢说其他没有,但李华道肯定是球场艺术家 他那种左脚简直好像笔加索瓦家那支笔 你看到很棒,他那两球真是 还要去死角那一刻,有一个前因就是 他用我后奸架一脚去拼开你的手位 然后就无人看管,放正态,慢慢瞄准去拿 然后又拿到,手放进去 球迷超开心,然后就说情怀 然后就直回票价 然后呢,当然是直回票价 980而已 看10球球,以及全名声队都有落场 是唯一,龙门就差一点 龙门没有机会表现,因为他们也没有什么球射 两个占士那些 占士的经典就是出形很神勇 有时候他发起球温上来 他不会不下于欧慧伦那些 但是就没有了,压力不够,给不到他们 今天有个人说,十球球啊 我们打机都射不到十球 然后十传十美啊,真棒 超开心,大家度过了一个 超开心的年初四 而且这次赫税波教得很好 最后这次嘉超就好了 潤红那些做颁奖嘉宾 很合理地可以拍到一张照片 而不是很老套地要货千六万 然后又搞这些搞路 又想别人帮你做旅游大使 其实拍到一张照片 便是帅哥 虽然捉招搅 但有这张照片 看下来也有李家超 然后润红那些 这些便很漂亮 很smooth地沾到光 不会很乱酸 很噁心 这些是好的 然后再看下半场 然后带着四比零落下半场 然后到第五球 港队五十五分钟保重 波子基射射的 然后出役去就一个 中距离保重 然后62分钟 很流畅的入球 K角位一斬过去接应在12码点前锋或球员不适合脚位射 用深刻照给韦娜 第一时间一射破亡又是死角 韦娜的两球一起脚就拿死角 实在太刁转他们的球 第六球 62分钟 5比1 69分钟摩连迪斯犯规 用身体得开了人 身体对抗太厉害 身体的对抗能力轻轻打开了 那球犯规 然后球证也逗笑 大家都很开心享受到场球 包括球证 球证就吹发 然后笑着说 不要打人打太厉害 因为70分钟 港联好像不齐22个 他所谓有一些人是要踢足了 不过他可以轮换 我没有留意他是不是轮换 他之前赛前港联 或者他们哪一边都好可以轮换 即是出了他可以再进回 不过他说 下半场我没有力了 踢不到 但都踢尽了 然后摩连迪斯 74分钟保重 摩连迪斯 一个凹射 也是第一时间的反应 然后76分钟2比6 追到李康廉 有一个挺漂亮的入球 然后78分钟就韦娜 韦娜禁区 禁区内 禁区大概11、12码 接应到环传 轻松一射 第一时间地球就死角 然后89就港队了 一下标掉了 就安基斯7比3 李康廉那球很漂亮的 李康廉那球在左边 2比6那球是一摆环 接着拿远处很漂亮 李康廉 就是这样 很开心 球迷宽度了年初四 但就有些刺激 有些人是重创了元气 因为有很多球迷 全入去看尾斯 还有不知道宣传够不够 这个 赫税杯 我也没有特别为意 后来我是报尾斯 那些人才说 今年有赫税杯 所以可能很多球迷 他们都不知道 全入去美斯 买4880 然后有些人说 本来想买最便宜 谁知道最便宜没有了 就买第二中间价位 很多都大伤元气 对吧 不敢再拼 其实这些球迷 一定要拼 但有些人说 可能再年轻一点 譬如他们现在 现在是20岁的球迷 其实这些人踢球时 那些人都未出生 或者他懂事的时候 这些人都退役了 他不知道这些人有多厉害 或者那个情怀 球迷 球迷说最多 这场球是看情怀 和港联的 其实都好像没有什么表现 那些精华片段 先有看到山道士 山道士也踢不动 他也有大肚子 这些人都会摆出 针对 针对 勒伟 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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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人都没了 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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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是球迷超过人,看这帮球怎样去用球 怎样很省力踢球,或者很多没有球在脚走位 没有球在脚都可以踢球,怎样去走位,怎样带动对方的防守球员带开位 这些是很多东西要看的 怎样去一触碰,然后突然又可以一个长球连去 球赛阅读的能力又很高的,这帮简直是一场盛事 还有那些防守也是,有些球迷会追看防守的 你怎样看,佩奥尔那一集 怎样去抹你,怎样去包球,怎样去封死你 这场球真是超棒,我们今天先来到这里 看看大家有什么想法发表 都一起在留言区研究一下 接下来的版面也会这样,慢慢我再想想如何去修改 试来试去,今集我们先来到这里,有什么想法在下面留言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